請你研究一下中文 你就聲稱自己是拿督 不過拿督莊都拿不出來 沒有拿督證書 拿督莊都拿不出來 就沒有你份 拿督莊就沒有你份 拿督莊是馬來西亞周圍都見到的 通常拿督莊都有自己的神位 都有自己的小屋 不過拿督莊就比較尷尬 因為你是一個勞宿的拿督莊 沒有小屋 還有大三級的 我想你都可以升上去 這樣叫什麼呢? 寫給你看 再升上去 你就是拿督公 不過你不是拿督公 而是拿督公公 因為你又沒有老婆 又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送終 那就只能夠做拿督公公了 恭喜你了 你又再升級了